大自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创造者,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毁灭者。 它创造了世界、河流、天空、山脉等等,但也可以在几秒钟内摧毁它们。 地震就是这样一种自然灾害,它能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,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。 在这里,我们整理了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百年五大地震。 1960年智力大地震 1960年5月22日,不仅在智力历史上,而且在世界历史上,都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一天。 在智力的瑞士规模9.4到9.6地震,是人类历史上记录上最强的地震。 这次地震所造成的灾难之广,在人类历史上都十分罕见。 它是200万人无家可归,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甚至无法经去计算,而其造成的经济损失,更是无法估量。 同时地震造成六座死火山重新喷发,三座新火山出现。 至到今日,1960年智力大地震,使人类历史上有遗期记录的最大一次地震。 1964年美国大地震 1964年3月28日,美国阿拉斯加发生9.2级地震,引发海啸。 由于当日适逢耶稣受难日,因此又被称为耶稣受难日地震,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地震。 节自今日,它仍然是有记录以来,世界第三大地震,这场地震持续了约四分钟。 阿拉斯加、加拿大及哥伦比亚等地都有强烈震感。 2004年印尼大地震 电影浩劫奇迹感动许多人,而片中的南亚大海啸,正是源自这场印度洋大地震。 2004年12月26日那天,印尼一场巨震带起了大浪,震央位于在印尼苏门达拉岛。 认识规模是9.1到9.3,地震引发了最高达30余公尺的南亚大海啸。 因为在当天正值圣诞假期,旅客人数非常多,地震及震后海啸造成巨大伤亡。 罹难人数和失踪人数超过30万人。 2011年日本大地震,日本311大地震被誉为日本二战后,伤亡最惨重的自然灾害,因311地震,海啸袭击的遇难人数,约1万多人。 大地震之后一小时,海啸袭击了日本,造成福岛核电站灾难事故。 是日本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。 日本为在环太平洋地震带,全世界规模6级以上的地震,大约有20%发生在日本。 日本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地震,是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,并是规模高达八级。 剧烈摇晃,几乎把整个东京移为平地。 造成近15万人罹难,200多万人无家可归,是日本伤亡最惨重的一起地震。 1952年,俄罗斯大地震,在俄罗斯勘察家发生的这起强烈地震,引发强大的海啸,造成勘察家半岛。 千岛群岛与俄罗斯远东区域重大伤亡。 在夏威夷,壁鲁与智利也同样造成损失,造成数千人罹难。 全球地震最少的城市,避开全球七大板块,三大地震带,全球都像是个地雷区,要怎么找到相对安全的危震城市? 就历史资料来看,相对较少发生震度大的七大移居地区有泰国、韩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澳洲、捷克。 这些地区很少发生过规模较大的地震,尤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因地处板块上,而非板块交界。 所以发生地震机遇较小,也因为新加坡未在赤岛附近,也不会有台风生成,可算是天灾较少的国家。 1999年台湾大地震 台湾地震频率高,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地震,在台湾,1999年9月21日那一晚,发生了一场持续大约102秒,瑞士规模7.3地震,是许多台湾人震惊且难忘的一天。 921大地震造成2000多人罹难,上万人受伤,并有5万多栋房屋全岛,5万多栋房屋半岛,是台湾史上伤亡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。 而印尼在2021年12月14日,遭规模7.6强阵袭击,回顾2021全年在世界各地接连发生地震。 说起地震,每个人都会心生恐惧,面对地震这种自然灾害,无论处在什么地区,都要提高建筑物的抗震能力,严格执行抗震标准。 虽然不是每个地区都会发生重大地震,但是我们也要提前做到有备无患,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感谢你的收看,喜欢这则影片,记得按下订阅,并随手帮我们点个赞,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,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充实。